自从武艺加盟到了我家那小子之后,他的人气质也迅速上升,这个既懂事,又有点呆忙的小暖男,也越来越被大家所喜欢了。 上期节目中,武艺送了欣然一份大惊喜,在录制现场为他过了一次生日,这期节目中,欣然也回分了武艺一份大礼。 不过,让人意外的是,欣然竟然送武艺一百斤辣椒,以为家看到这一幕后就一联盟,完全猜不到他的用意是什么。 妈妈团也同样不明白,欣然却说出了实情,众人在得知了原因后,都被他的善良给感动到了。 当时,欣然行刺上门为武艺,送来了一百斤辣椒,他还告诉武艺,你喜欢吃辣椒炒肉,我就给你带来了百来斤的辣椒。 武艺听完后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,李维加一联盟,脱口而出,这也太夸张了,这到底是要干嘛? 相信很多网友都和李维加一样,有着同样的疑问,欣然此举的目的到底是什么? 其实,欣然送武艺一百斤辣椒,并非是为了整股武艺,他是另有用意的。 当欣然说出了实情后,网友们也纷纷感叹道,欣然确实是个睿智的女生,难怪妈妈团都非常喜欢她,还一直认为她就是好媳妇的标准。 欣然说,在节目中欣然只是一个普通的观察员,也并非是节目的主角,但是她对每一位嘉宾都非常的了解。 在采访中欣然就说道,武艺在节目中的状况,确实是让人为她担忧,生活自理能力也很差,也不太会干家务活。 武艺和欣然是同一家公司的艺人,武艺妈妈也很信任欣然,私底下就一直跟欣然说,让她有空就多教教武艺,多带带她,让她也学会干些家务活,学会如何去照顾自己。 欣然还说道,其实,赶家务活的能力是生活能力中,很重要的一部分,但是,做家务确实是可以培养的。 所以,欣然就想到了这个办法,因为,这一百斤辣椒要完成制作的话,对于武艺而言肯定是一个挑战,她也能通过这次挑战,享受到劳动,给自己带来的乐趣和成就感。 欣然说出了实情后,最欣慰的肯定就是武艺妈妈了,只见她一脸满意的说道,欣然太懂事了,欣然的一番话也解开了李维家和网友们心中的疑惑。 不得不承认,欣然为了让武艺爱上做家务,确实是用心良苦了。 说实话,欣然送武艺一把斤辣椒,并陪着她一起把这些食材制作完成,武艺确实从中起回到了劳动的乐趣,武艺在节目中也毫不掩饰的说道, 当我觉得自己做的饭很好吃的时候,我就爱上了做饭,欣然最后也总结道,其实,爱上劳动对于年轻人来说很重要,会让我们更有耐心更有爱心,也会从中学会如何去感恩。 妈妈团听完欣然的这句话后,都很感慨的说道,谁能把欣然娶回家,那绝对是最幸运的事情了。 不得不承认,想欣然的女生肯定是妈妈们羡慕,中,最满意的儿媳妇人选之一。